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冰与火之战冷战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悬崖边的较量 柏林空中走钢丝 二 幽灵舰队 核潜艇的暗海角逐 三 冷战的棋局 越南战争的国际影响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悬崖边的较量 柏林空中走钢丝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心跳加速 手心出汗的历史瞬间 柏林空中走钢丝 这不是马戏团的表演 而是冷战时期的一场真实的政治较量 发生在那个分裂的德国首都柏林 想象一下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走钢丝 而是在两个世界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的注视下进行的 这跟钢丝横跨在东西柏林之间 而走在上面的不是艺人 而是政治家 间谍 难民 甚至是坦克和战斗机 这是一场没有安全网的表演 每一步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较量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1948年到1989年间 这段时间内 柏林墙成为了冷战最明显的象征 东西方势力在这座城市中 画下了一条看不见的线 这条线就像是一根紧绷的钢丝 两边分别是由苏联控制的东柏林 和由美国 英国 法国控制的西柏林 在这根钢丝上 最著名的走钢丝者当属1961年的东德士兵哈里 弗洛尔 哈罗尔 哈罗尔 耶格 在柏林墙刚刚建立的时候 他决定不再为东德政权服务 一跃成为了西方的自由人 他的这一跳 可以说是在钢丝上的一次华丽转身 让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 在这根钢丝上完成演出 许多人在尝试逃离东柏林时 失足坠落 成为了冷战的牺牲品 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一场悲剧 提醒着世人自由的代价 有时是如此沉重 在这场长达几十年的较量中 我们看到了人类勇气和渴望自由的力量 我们也看到了政治的残酷和分裂所带来的痛苦 直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 这场空中走钢丝才终于落下帷幕 那一刻 东西柏林的居民 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恐惧和不确定 踏上实实在在的大地 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走钢丝的艺人时 不妨想一想柏林墙下 那些真实的走钢丝者 他们的表演没有观众的掌声 只有历史的沉默见证 而今天 我们则可以在和平的阳光下 回顾那段悬崖边的较量 感叹历史的奇迹 也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加稳定和自由的时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幽灵舰队 核潜艇的暗海角逐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深邃而又神秘的话题 幽灵舰队 也就是我们的核潜艇在暗海中的角逐 想象一下 深海中 一个巨大的金属怪兽 在寂静无声的海水中悄无声息地滑行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而是现实中的核潜艇 他们就像海底的人者 悄悄地执行着秘密任务 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核潜艇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他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海上战争的游戏规则 想象一下 你在下棋 但你看不到对方的棋子 也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出现 这就是核潜艇的对手们的感受 他们可以在水下前行数月 不需要上浮 而且几乎是无声的 这让他们成为了海上的幽灵 这些幽灵舰队的成员们 他们的任务范围从侦察 监视到直接的战略打击 他们携带的不仅仅是鱼雷 还有可以摧毁城市的洲际弹道导弹 他们就像是海底的刺客 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 但是 核潜艇之间的角逐并不总是那么严肃 有时候 他们会进行一种高科技的捉迷藏游戏 想象一下 两艘核潜艇在深海中相互追逐 就像是两只大猫在水下花园中玩耍 他们使用先进的声纳系统来探测对方 但同时也要小心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是一场智力和耐力的较量 就像是海底的国际象棋 只不过棋子是几千吨重的核动力潜艇 有趣的是 尽管核潜艇如此先进 他们的船员们仍然需要面对一些非常普通的问题 比如 如何在几个月的密闭空间中保持个人卫生 或者如何处理船员们的厨艺比赛 因为在潜艇上 好的食物是提高士气的关键 总之 核潜艇的暗海角逐是一个充满了战略 技术和人性挑战的世界 他们在深海中的悄无声息的存在 确保了我们陆地上的和平 同时也提醒我们 有些最强大的力量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这些幽灵舰队的船员们 他们在深海的黑暗中 确保着我们在阳光下的安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冷战的棋局越南战争的国际影响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个时代的热辣辣的话题 越南战争 这场战争在冷战的大棋局中 就像是一盘辣的 让人直冒汗的越南河粉 各国大佬们围坐一桌 用筷子或者说是坦克 飞机和枪炮 加来加去 试图吃到最美味的那一口 结果却是辣得大家眼泪汪汪 首先 越南战争不仅仅是越南的内战 它其实是冷战的一个缩影 美国和苏联就像是两个顶级厨师 在全世界的餐桌上 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烹饪大赛 美国支持南越政府 试图阻止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就像是在河粉里 撒上了一把抗共的辣椒粉 而苏联和中国则支持北越和越共 他们提供武器和资金 就像是网汤里加了一勺共产主义的酱油 这场战争的国际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 它加剧了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关系 两个超级大国在越南的丛林里 玩起了我不见你 你不见我的游戏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其次 越南战争让周边国家紧张兮兮 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 隔壁桌的客人突然打起来 其他人只能尴尬地吃着饭 生怕汤汁溅到自己身上 越南战争还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战 和反帝国主义情绪 在美国国内 年轻人举着不要战争的标语 上街抗议 好像是在说 我们定的是河粉 不是战争 这场战争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就像是一个吃相不佳的时刻 不仅没吃到好吃的 还弄得满嘴油渍 最后 越南战争的结束 并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真正的胜利 美国最终撤军留下了一个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 而越南虽然统一了 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就像是一场大家都吃得不愉快的宴席 最后大家都只想赶紧买单离开 所以 越南战争在冷战的棋局上 既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 也是一场国际关系的试金石 它让世界看到了超级大国的局限 也提醒了后来的国家和领导人 在全球的餐桌上 最好的策略是共享和平的大餐 而不是互相抢夺辣得让人流泪的河粉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冷战时期的柏林空中走钢丝 幽灵舰队和越南战争 这些事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人类勇气和渴望自由的象征 在柏林空中走钢丝中 我们看到了人们为了自由而冒险的勇气 也看到了分裂和政治的残酷 在幽灵舰队中 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和人性的挑战 而越南战争则让世界看到了超级大国的冲突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思考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和自由的时代 同时也要珍惜和平与合作的重要性 无论是走钢丝的勇气 还是深海角逐的智慧 亦或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它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人类进步的动力 现在我想邀请你们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收听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